區域法院法官陳仲衡 以及資深大律師黎遠基 獲委任為高等法院原重法庭法官 在明天生效 黎遠基過往曾經擔任警務人員 其後修讀法律 並加入律政署 2019年離開開始私人執業 去年和今年曾經幾度 獲委任為高等法院原重法庭站委法官 今個月初起再度獲委任為高等法院 原重法庭站委法官 至於陳仲衡 就在1988年獲大律師資格 分別在2002年和2012年 獲委任為常任裁判官 和區域法院法官